他为国争光,他捍卫荣誉,他顶天立地,他恪守真理,他高举重达170公斤的杠领,他坚持长达12秒的时长,他不向偏见低头,不对势力屈服,他用额头渗出的汗水和颤抖的双臂,书写着中国荣耀,展现着中华精神,他是为中国队举重比赛拿下第一枚金牌的英勇战士,唐玲生。 本期子牙童区体育观察员就带领大家了解唐玲生的故事,在唐玲生的运动生涯里获奖无数。 1995年,他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中斩获三枚金牌,其中一项成绩打破了当年的亚洲记录。 同年,他在世界锦标赛上获得停举第一名。 1996年,他在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59公斤级的举重中拿下金牌。 这是中国举重历经12年以来的第一枚奥运举重金牌,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。 成为世界第一人,1998年,他回归家庭告别赛场暂时宣告退役。 1971年,唐玲生出生在广西桂林的一个农村家庭,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。 这里的人们所有生计都寄托在几亩田地上,所有的收入全来源于靠天吃饭。 唐玲生一家也是如此,在他小的时候,父母的时间都洒在了土地上,回到家后脸上尽显疲惫。 懂事的唐玲生虽然年纪小,却知道爸爸妈妈已经劳作了一天,不忍缠着他们陪自己玩耍,就自己寻找乐趣。 他喜欢到处瞎跑,就前去参加了村里的武士队,队员们都对他关照有加,怕他年纪小没力气,尽量安排他使用较轻的狮套。 可是,唐玲生偏偏喜欢看起来威风气派的狮子,沉重的狮头也不担心,硬是捂出了灵活把气。 在唐玲生12岁的时候,就在武士表演中,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。 一位当地体校的跳水教练,看中了他的力量和机灵,认为这也许是一个跳水的好苗子,便联系了唐玲生的部位。 商议让孩子进入体校学习跳水。 在当时,唐玲生并不了解跳水意味着什么,究竟要怎么跳,要跳出什么花样,只觉得可以尝试武师之外的新鲜事,也就欣然答应。 进入体校之后,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他的表现却不似预计那样好。 身形太壮,并且爆发力太强,对于跳水需要的轻盈可谓是一点不斩变。 综合考虑之下,教练认为也许唐玲生并不是跳水的料理,倒是可以尝试一下居中,毕竟他很有力。 对于教练给出的建议,乐观开朗的唐玲生并不认为自己是遭到了嫌弃,毕竟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在训练跳水的过程中体验到乐趣。 就这样,他进入体校区中班,成为了教练唐玉贵的手下弟子。 举中训练和跳水是截然不同的,有蹲不完的马步,有举不动的杠铃。 唐玲生没有任何经验,第一次碰到杠铃的时候,我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么重的东西举过头顶。 没有学过技巧,没有训练过体能,凭借着一身满尽,硬生生把杠铃给举了起来。 这里在一旁观察的教练十分意外,感叹真是捡到了马步。 在训练的过程里,唐玲生受过大大小小的伤害,因为天性好动也犯过花样百出的错误。 教练便责罚他去举着凳子蹲马步,让他反思自己的错误。 可没想到,这个小孩儿性子太倔,就是不低头,手扒了腿酸了,也不吭声求饶,最后还是通红的眼睛出卖了。 唐玲生在训练中表现容易,举中技能也越练越好,便被教练推荐到了更大的学校,那是更专业的年。 1985年,他进入了广西体工队,广西局中二队,基本训练沉淀了整整两边,才开始学习系统的专业知识,训练难度大幅增强,跟之前在家乡的体校里训练的内容好似没有什么不同,又好像完全不一样。 在局中队里,唐玲生获得了飞速的进步,每一点进步,全是他咬着牙唤来的,举起更大更重的杠铃,全是他努力磨练的。 1992年,唐玲生再次告别训练基地,步入了国家队,代表的不再是个人,不再是家乡,而是作为国家的力量,是为国而战。 唐玲生不再觉得举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,也不认为这是供自己养家糊口的范围,而是很严肃的战斗,背后是国家的荣誉和光彩。 进入国家队后,唐玲生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,有亚洲的,有世界的,观众越来越多,舞台越来越大,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重的压力。 他却不认为这些压力是从外,反而消化成了更勤奋的动力。 渐渐,唐玲生的名字被国民熟知,被全球听见,他为祖国拿下数枚金牌,证明了中国力量不容小区。 可是当时我国的举重事业唯一的瓶颈是,自从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之后,就再也没有在盛大的奥运会上获得过冠军,这成为了利剑举重运动员们最大的利害。 1996年,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,197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建议齐居在这里,目标都是为各自的荣誉而战,奖牌的角逐紧张又激励。 在59公斤级举重比赛中,唐玲生凭借出色表现和丢异战斗力一路紧急,进入最终决赛,能够杀紧决赛已经让无数祖国同胞为之欢呼。 而对于霍景,虽然重要,但处于实际并不认为能够拿下金牌,毕竟他所面对的对手是世界皆知的举重强手。 比赛开始了,所有人都明晰一旦,看着唐玲生战胜了上一届的奥运冠军,全冰冠,只剩下最后一位竞敌,希腊名将萨巴尼斯。 在看到萨巴尼斯成功举起167.5公斤的杠铃之后,有不少人对唐玲生国冠歇了气,毕竟如果要获得金牌,就必须举起重大170公斤的杠铃,那足足是唐玲生体重了三倍。 有人说可以保住银牌已经很不错,不要拿身体去挑战极限。 外界的讨论和质疑,唐玲生听不见,他只想听从自己的想法,那便是为了祖国的荣誉,拼一把一把。 深吸了一口气后,唐玲生握紧了杠铃,用尽全身力气,真的成功将杠铃举过了头顶,接下来只需要坚持三秒等待裁判半年,可是时间一点点过去,唐玲生倾金抱起。 四肢都有些坚持不住,却迟迟没有听见让他放下杠铃的铃声,但如果放下又害怕成绩不被承认。 所以即使身体已经发出无法附和的警告,他也站立不动,直到教练跑上场,让唐玲生放下杠铃,抱住自己的那一刻。 唐玲生才知道,这一仗,自己赢了,这场冒险,自己赌队了。 宣告结果的那一刻,欢呼声和掌声响起的那一刻,国歌响起的那一刻。 国旗升起的那一刻,讲台挂上脖子的那一刻,鲜花放尽手里的那一刻。 唐玲生终于笑,笑的同时又止不住流泪。 不是他一个人,教练如此,队员如此,观众能力如此。 而对于裁判是否入依,对于是否存在打压中国队的行为,这都不重要。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顾虑自己的使命,实现了祖国和同胞的期望,赢的不是他,是终于。 1998年,唐玲生感受到自己已经力不足心,明白自己已经无法在胜任群中。 于是,提出推荐,挥手告别了十多年的运动生。 那一年,他27岁,他到广西的艺术学院学习了声音,尝试了自己好奇许久的唱歌表演,半年后回到了家乡。 不过和父辈不同的是,他用积蓄承包了四百亩土地,种植水果,开始创业。 好景不长,创业还是失败了。 他意识到自己也许不是做老板的材料,便进入了南宁的一所少年体校,成为了举重教练。 在后来,他结了婚,生了孩子,变回了云云众生里的普通人。 听完唐玲生的事迹,你有什么感想? 对于他举重12秒的事件,你有什么想法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